主日三分钟 愿你受赞颂通语 伦爱识我们共同的家园 2015年7月17日 教宗方济国颁布了愿你受赞颂通语 展示人与地球的关系 以及天主交付给我们每一个人 好好照料地球的责任 愿你受赞颂这句话 源自阿西西圣方济编唱的《造物赞》重句 教宗在通语的前言 引用了以下的歌词 主愿你借我们的姊妹大地母亲受赞颂 祂滋养和管理我们 并且出产各种果实和色彩纷纷的花草 透过这首优美的众歌 圣方济提醒我们 我们的共同家园就好比一位 和我们分享生活的姊妹 也好比一位将开相比 拥抱我们的美丽母亲 教宗引述自圣若望夜三世和平于世通语以来 历任教宗超过半世纪对地球环境所表达的关注 人滥用世纪不单有摧毁世纪的危险 而且人不免成为自己堕落的牺牲品 工业文明爆发可能引致生态灾难 对于自然环境的意义 人只是看到可以直接使用和立即消费的一面 人类只是将眼光局限于自己 忽略有比自己更高的存在 不受真理约束 以至各有无限自由 这种想法成为破坏自然和社会环境的邪恶源头 今天我们面对全球环境恶化 教宗希望就我们的共同家园 不单只和信徒 还和所有人展开对话 其他基督信仰团体和其他宗教 都有就这些困扰大家的议题 极度关注和提供宝贵意见 教宗引述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谋的训绘 指出人类破坏天主造物的多元性 毁坏自然森林湿地 导致气候变化 污染地球的水土空气和生命 对大自然所犯的罪 就是对我们自己和对天主所犯的罪 巴尔多禄谋宗主教 同时指出环境问题背后的道德和灵修根源 要求我们不单只靠科技 更加透过人的转变 来寻找解决途径 而牺牲、慷慨和分享的精神 来代替消费、贪励和浪费 由我尚要什么 变为因应天主的世界需要什么 接受世界作为我们与天主和近人共荣的圣事 小自我们星球上的一粒尘土 都是天主天衣无缝的化工 天人相会之点 圣方济是生态研习者的主宝 他特别关怀天主的造化和贫穷受遗弃的人 他生活简约 与天主、近人、大自然 自己和谐共处 显示出关怀自然 对穷人履行公义 对社会作出承担 与内心的平安 彼此之间的联系 是物不可分的 他帮助我们明白 整体性的生态学的领域 是超越数学和生物学 而是带领我们进入做人的核心道理 他看到日月或者最微小的动物 会唱起歌来 吸引万物同声荣赞 他和万物交流 甚至邀请花朵齐赞尚主 他思索万物的根源 他健经地 称呼万物做兄弟姐妹 如果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失去了手足美好之情 我们的态度就是主人 消费者 剥削者 无限放纵自己的即时需要 盛方就是邀请我们 将大自然 视为给我们 规探天主无限美善的天书 教宗感谢所有保护我们 共同家园的人 尤其是竭力切法 化解环境恶化 对地球最贫乏者悲惨影响的人 他紧急呼吁大家进行新的对话 讨论如何塑造地球的未来 这份通语 用入教会的整体社会训断 教宗期盼它能够帮助我们 为认识清楚当前挑战的广泛和急壁 全能的主 你临座于宇宙万物 以及最卑微的受造物中 请预合我们的生命 好等我们能够保护世界 而非从中掠夺 好等我们能够播种尾线 而非污染破坏 为使我们守护一切的生命 便会迎接你正义和平 仁爱与美丽国度的来临 准备更美好的未来 愿你受赞助 感谢观看